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美迪空调板的电路构成 首先我们看,这两根黄绿线是结外壳的地线 这个带电杆的,一根蓝线,一根棕线是灵线和火线 蓝线是灵线,棕线是火线 这根黑线是内外级通讯线 这边这个端子上有三个传感器 分别是压缩机排气管温度传感器 环纹传感器和广温传感器 广温传感器和环温传感器是10K的 压缩机排气管温度传感器是50K的 这个端口接的是这个积电器 它是四通法积电器 这两个光偶,还有这个电阻,二级管 包括电阻电容,还有这边的小电阻和三级管 与我们的这个芯片进行通讯 也就是内外级通讯电路 这个端子是交流风机的端子 内部这个是启动电容 这个积电器是风机积电器 这端有一个2003就是通过MCU的控制信号来驱动积电器的 首先这端是220V输入,也就是通过我们的零线和火线输入进来 首先通过保险这个位置,零线和火线之间接了一个压缩电阻 这个零线与我们这个地线之间 通过放电管接了一个压缩电阻 这个是防雷的,这个是防湿电过高的 零线和火线输入进来 通过插膜抗干扰电容 共膜抗干扰电感 共膜抗干扰电容 插膜抗干扰电容 主机电器 预充电热敏电阻 进来以后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我们看这个位置有一个电阻 这个位置有个电阻 分别是接在零线和火线上 然后这一端通过并联的导线 然后通过线流电阻接到我们这个MCU 进行交流电压的检测 实际上呢 我认为是过零检测 整流桥输出的直流电 通过这个大电容滤波 送到了我们这个模块上 这个电容上300伏的电压 通过这个电阻线流 通过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电阻分压 然后通过一个EK电阻送到这个MCU 检测我们300伏上的电压 另外这个300伏与D之间 还有一个压敏电阻 主要是当我们电容上的电压过高时 压敏电阻会击穿 会把保险烧断 保护正绩电路 这部分就是低压电源部分了 这是电源管理芯片 这是开关灭压器 这个是稳压的光耳 TL431 给边频模块和相应运放供电的15伏 整流二级管 15伏滤波电容 这个是一个输出12伏的整流二级管 分别给7805供电 7805输出5伏给这个MCU供电 同时降压以后给这个1117 一共5伏并输出3.3伏 3.3伏的1117输出的3.3伏 在经这个1.8伏的芯片降压以后 给这个MCU供电 这个就是这个MCU的精震 另外这个位置还有一个24芯片 是一个储存芯片 它主要是把我们用户的储存数据 放到这个芯片里 另外呢 还有厂家的数据 放到这个芯片里 当我们MCU工作的时候 在这个芯片里调用 这个MCU的工作电压是5伏 是通过7805来供电的 这个芯片是一个复位芯片 这个也是一个24芯片 同样是用来储存数据的 这个MCU主要是控制内外机的通讯 还有我们机电器的驱动 通过我们这个官偶 与这个单片机进行互相通讯 这个单片机主要是输出六路信号的 在设计初期 还用来驱动外机板的直流风机模块 可是这里边呢 外机板的直流模块没有用 它只用来驱动我们变频模块 也就是我们压缩机的变频模块 变频模块再输出UVW三项电压来驱动 压缩机 这个就是压缩机的端子线 另外我们这两根蓝线 就是接外部大电感的 这个美迪外机板 它利用的是无源PFC 也就是说没有PFC的驱动功率管和驱动电路 这两个电流取样电阻 分别是模块的电流检测电阻 和整机的电流检测电阻 这个散热片的下边有一个运放 来检测这两个电阻上的电流 来控制我们的模块 另外这两个电流取样电阻 还通过导线 把电流信号送到了我们这个单片机 来进行电流的监测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